这个原本是教大家正确的投资观念channel 今天会反其道而行 教大家如何加速财务失败 嘿!千万不要觉得我瘋子 也不要觉得我可笑 这些坎头埋传行为 很多人在做 而且自己在做都不知道 一旦认清真相 到时真的笑不出了 为什么有这么清楚? 哈哈哈 当然了 如果你也有兴趣知道怎样可以极速变穷 银包长期流血不止的话 完成了 今天我身为过来人 有一个完美计划可以分享给大家 知道了,你按照我的指示 一定可以在短时间内将你的财富毁掉 成为一个窮困潦倒的人 请准备好你的信用卡 现在,笔记宝和色仔 我们马上开始了 大家熔练新景象 我自己在这个channel的节目 都有一个大改造 每个月有个星期五 将会和大家来个师傅直播 和大家一起紧贴全球经济实况 而节目也会有一个大升级 用了比较新鲜、新铭的方式 和大家分享探讨时下各项的理财陷阱 也会教大家如何聪明地理财投资 3月1日开始,记得签计这个新的节目表 继续一起在投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 记得按个订阅和按个小铃铛 搶先看,like和分享给朋友 等多些人了解更多的投资理财知识 年轻时也要听个订阅 拿提示就可以发达 结果输到断债80万 后来发现基本分析 配合技术分析 出入市才是旺道 讲求买什么 几钱买、几时买 以时间累积财富 最终以超级一亿资产 财务自由 我在这里分享我的翻新故事 第一个财富杀手 义用信用卡 信用卡有种神奇力量 只要成功申请 顿时间就代表自己有月薪几倍的购买力 可以给你买任何你要的东西 买名牌衣服 最新iPhone Pro Fission Pro 环球邮轮之类 甚至是一个私人海岛 都不成问题 你又不再需要考虑你的很普通的收入 又或者荒废了的银行积蓄 用多了也不要紧 因为你从此可以优先选择透资未来 以上说的做法 只是入门版 进阶版就是两个Pay 就是不设计AutoPay 兼只是还MimPay 每个月给得起MimPay 可以保持信用卡有效之余 还可以来搭离 轻轻松松滚大自己的欠本 不过你不用担心什么信用评分 因为你根本不需要再借钱 只要有N那么多 将信用卡带来带去就完成了 还MimPay是什么概念呢? 举个例子就明白了 因为女士买了三万元美容套票 再加一部最新电话 赚了卡数一共四万元港币 信用卡的实际连离率 平均地都30%起跳 以汇丰信用卡为例 连离率35%那样 就当你还款期间没有再新增签帐 而卡主每个月只是给最低还款额 即是MimPay 那就需要17.3年才能够完全清还欠款 最终还款监额就变了 港币13万850元 利息占了98500元 总支出比本金足足多了三倍 到时被用套票用了十勢 电话都换了十步 加上如果用另一张 都是还MimPay的话 那个欠款真的去到死哥日都还不完 简直就是摧毁财富的No.1杀手 第二个财富杀手 训练自己成为一个月光庄 有没有听过每个月出粮 就马上放些钱入信封 就可以帮自己存钱 于是存钱就是一件这么无聊的事 想达成财务失败 就应该将你身上每一分的钱 全花掉它 做一个月光庄 那要怎么做呢 我们幻想有一个浴缸 注水位和去水位分别是代表收入和支出 有些人的注水位只有一个 就是打工出粮 有些人注水位就特别多 又出粮又收息又收租 水源充足 不过我不理你怎样 作为一个专业的月光族 你就要找办法令到水全部流走 一滴都不准 你可能会说 我收入都不差 真是很难把钱都花光 做不到月光族的 让我存钱 那你又不要小看自己的能力 无论你月光大小是怎样 水后的数量有多少都好 教你一招消光钱的方法 就是了 无极限擴充自己的生活水平 例如公司出了bonus千万不要存下 不搭巴士搭uber 不吃两个饭 改去高级酒店吃铺飞 如果公司加工 考虑搬大一点 贵一贵都不要紧 最好有回所无敌海景 听到我好像说得很夸张 但现实上 真的很多人将消费和薪酬挂欧 赚多少就花多少 给人的形象要配得起自己 月光族杀伤力 最大的地方就是令你存不到钱 当有些突发事情 要动用到储蓄的话 例如收到朋友红色炸弹 满月酒邀请 另一半跟你说有了 有亲戚朋友病了 急需用钱治疗等等 这个时候没有存开钱的你 只能够选择向银包自刹一刀 突然间大出血 有排疗伤 做到以上的两点 已经可以令你财富富位 或者终身富位 如果依然赚钱多的话 以后这招就是万事万灵 也有很多用家见证 第三个财富杀手系 跟风投资 这招特别适合不懂投资的人 现在投资消息渠道真的多了很多 YouTube、坊间、同事、电台电视 甚至乎你的宠物 都是跟风的对象 不过跟风是有个技巧的 除了不用你风险 不用你目标 甚至不用你别人那一套 是不是对你之外 还有一点很关键的 不是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而是跟一点不跟一点 因为我们接触到的投资分析 有些是有过多水分 有些真的言之有物 有做功课 为了令自己变成财务失败的人 要感性大过理性 下放头脑、放下思考 因由情绪驾驶 有时凭直觉 有时不止蝕 有时短线变长渣 长渣变短炒 那就可以将跟风投资 对自己的伤害去到最大化了 摧毁财富的行动计划如下 当你看到有人说升 你就立刻去买 见到有人说跌 你就立刻买出 不论是股票、期货 还是加密货币 全部不需要任何策略 也不需要任何的耐心 Just follow the news 一开始可能会挨挨价 不小心靠新手运 赚了少少钱 但是只要你肯长期跟风 包你输钱 但是对于识投资的朋友又怎么办呢? 如果你已经有看经济数据 技术指标 细心选股吃挂野猪的话 那是不是就没有机会财务失败呢? 其实也是一个方法 令你这类勤力的投资者 一铺青袋的 就是All In All In 是第四个财富杀手 它刺激的地方 就是可以令你感受到生命的起伏 可以一夜之间翻身或者破产 选择任何你喜欢的赌博游戏 色仔、仆卡、轮盘、股票 什么都好 你只需要把所有的钱都压在一个数字 一张牌或者一只股票上面 然后等结果 你不需要考虑任何概率 亦都不需要分散任何风险 你只需要相信你的运气 一扎千金 你不用担心赔钱 因为你还可以结合第一个方法 就是投资信用卡或者银行储蓄 在外应一和 另一方面 亦都不用担心赢钱 因为赢回来的钱 可以继续play the game 整个过程你不需要任何技巧 亦都不需要任何理智 你只需要一火熊迈的心 一击即中 好似早几年很流行的稳定币UST 在平台做底额 就立即可以获得年报酬率20% 名字叫做稳定币 还要和美元回率一比一挂欧 那欧生安全实无事 一人还要借钱去买 多了一条底库 都要恶厌赚它一大笔 谁知只需要11日时间 就已经drop to zero 想立即毁了自己的财富 就是这么简单 最后一个财富杀手系 事前为无物 直接I don't care 这里可以分三个层次 第一 不放心机下去完全被动 正所谓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这类人可能是传统的打工仔 不用做任何投资 觉得风险高 不想亏钱 只是放些钱到银行 就算长期跑输通胀 这样算不算财务失败呢? 第二 家人工不理 业主家租两成不理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这个世界真是有的 我正正有个朋友 真是不理自己人工收多少 但是他衣食住行的花费不多 平时都是宅在家打机 真是完全不问世事的 这类人多数不会投资 连保险都未必买 这类人不在乎钱 那或者他们才是真正的人生胜利组 第三 股票蝎了不理 这类人多数有个小赌心态 觉得自己一定赢得回 又或者那些股票 原本是打算长期投资 买来收息的 好像五号仔汇丰 又或者二零零七碧为原 那样不会怎样看市 但正正因为这样 连间公司的基本面转叉都不知道 这些股票真的可以留给他孙了 如果你能够遵守以上五点 恭喜你了 你成为一个财务失败人 真是假以时日 你可以享受窮困 债务、破产和蒙忘的生活 你也可以期待法院传票 催修电话和无情的债主 那这种生活是否你的梦想呢? 我自己曾经试过负债八十万 找了一个正确的投资系统 帮助我自己由财务失败走向财务自由 如果大家好奇这个系统是什么 可以搜索一下下面的KR Code 或者下面的银结 就有一个一小时的免费训练 那先回来吧 以上内容呢 希望大家都听得出是梵话来的啦 听起来真的很可笑 可惜了 偏偏很多人都是在做这些行为 而自己不知道的 希望了 今集用这个方式去呈现 令到大家真的认真地 用另一个角度检视自己而已 会不会自己也是这种可笑的人呢? 其实了 金钱就好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你不管身边的人 甚至乎利用他们的借钱 拿着好处 有胜日发脾气的话 这段关系呢 其实都很快破裂的 久而久之日 什么朋友都没有了 成为一个孤苦伶仃的人 那就很快就GG了 后来问大家一条问题 你曾经做过哪些财务失败行为呢? A 乱用信用卡 曾经狠狠地也有十张八张在手 只是说MIMPay是基本东西 B 月光逐兼长期量尾 一出量就看看银行户口 见到多了几个零就充满力量了 C 听消息投资就不掉了 有谁还没试着跟数号呢? D 以上街市还有其他 留言告诉我吧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解释你的答案 又或者写下我和大家讲的题材 今集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今集内容的 希望大家可以给个赞和分享我这条片 就会更多人知道这类理财投资教学 投资不是大陆的专利 下次见大家 拜拜